就在28号拜登提出了预算案 当中在国防这一块呢 我们看一下 国防巨额预算 一共是7150亿美元 台币的话20兆 我们台湾一年的国防预算 大概3000多亿嘛 之前提过 美国的预算是20兆 当然差很大了 那主要是用在哪边呢 推动核武的现代化 跟太空军的发展 锁定的目标 一就是抗中 请教员Ross 只要扣上抗中的大棋子 在美国其实现在两党 是共识的情况之下 像这样的预算 就算很高 应该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是吗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民主党的 比较左派的议员 是会反对的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撤退 伊拉克跟阿富汗 那应该是有所谓的 这个peace dividend 就是这个和平的红利 那概化在美国国内一些 解决美国国内一些 不管是健保系统 或这个线困疫情等等相关的议题 但是不管是中国问题 或中东问题 或东欧问题 那支持提高国防预算 在国会议院 还是有民主党 共和党议院都会 你们完全不担心 财务的压力 或者是赤字吗 目前不会担心 这个也是共和党 跟民主党的一个共识 也不会担心 回到川普跟上任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全联执政 对不对 因为共和党是掌控 参议院跟众议院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们共和党 一点不在乎 这两个问题 就是预算或通货膨胀的问题 那现在虽然是民主党执政 而且众议院 参议院都是在民主党控制之下 共和党也没有权利说 我们花太多钱 尤其是在国防方面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虽然这个是一个 所谓的巨额的国防预算 但是到时候 不管是绿军 海军 海军陆战队 空军 还有所谓的这个Space Force 这个太空的单位 他们都会内部互动 因为现在说要对抗中国 那谁要扮演这个角色 很多人以为因为西太平洋 那就该由海军来 当最重要的军事单位 海军的中国威学乐是最多的 但是陆军还是最大的单位 而且他们已经有开始放话说 这个预算是要给我们 一边我们日军在台评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国防预算 到时候三军来争的时候还不够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分配到每一个单位的时候 那真正要会知道 预算永远是不够 对对对 预算永远都不够 要去一件事情 如果军购的这些 军购企业的一些高厂 他们现在从企业到哪里 是到拜登政府的团队 OK 我想美国人赞成美国自己 发展核武现代化吗 当你们去说北韩伊朗 不准发展的时候 你们国家自己支持自己发展 说实在在最近几年 虽然北韩还有伊朗 常常是出现在新闻里面 但是美国的核武的这个能力 要花多少钱 其实在美国国内 这不是常常看到的一个相关的议题 所以可能要支持多花钱 可能要给一般美国人一些 多一点宣传了解这个问题 好 这里我补充一下 事实上美国指的核武现代化 指的是它要做小当量的核武 就是它可以造成小型的爆炸 比如说它可以配置在中层飞弹上 那打到的话就可以消灭整个基地 或者是远程的战略轰炸机 它飞过来然后丢了核武 炸掉某个小地方 然后它就立刻飞走 它指的是这一类 所以它 就是我们讲这个精准的小型 精准打击 对 是这样的一个核武 OK 那这种技术很少国家拥有 不过这个钱的部分 Ross是说根本不用去担心 不过现在美国是看不到 大量印美超之后的副作用 还没具体的出现 不过到时候如果真的一出现的话 是全世界都会有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刘老师 因为你从一个学者假如来看 从过去的例子看现在 当然会有一些 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 来对照一下现在 冷战的时候 当时美国太空竞赛 苏联一直也要拼 预算 国防预算 什么都是也要花钱 花到最后 他们的经济拖垮了 也种下了就是苏联后来瓦解的原因之一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拜登无限量印钞 推巨额预算 刚刚讲到了国防 20兆台币只是国防的部分 他总预算是166兆台币 这个是天文数字 他们没有任何的财务陷阱吗 对 所以这个共和党内部 就有很多反对的意见嘛 因为花钱太多了 花钱太多也有人担心 就不要讲说共和党民主党的 我还想以前欧巴马书的顾问哈佛大学的Sommers 他就在讲 他说你的小生的经济会过热 经济会过热 过热所以可见是有不同意见 但是拜登政府都觉得说 现在美金很便宜嘛 没什么利息 现在很便宜说赶快花 能多花就多花 那个预算都在可控的 这赤字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也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美国经济学家本身就两派 有一派说通膨严重 通膨要来了 有一派说这种微通膨 没什么了不起 好了 现在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就是 你说六兆的这个整个美金的这个预算 然后你们有多少的这个国防预算 就是像你刚刚讲到说是拖垮的苏联 雷根政府时候的SDI嘛 他的这个太空防御计划 然后希望说太空的军备竞赛 拖垮了一个苏联 那你说现在说它是美国用这个方法 想偷垮中国吗 我看这也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了 或者说它再偷垮苏联一次嘛 如果苏联要跟的话 对手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嘛 这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很难再复制 当年雷根时候的这个经验 我都觉得说美国偷垮自己了 美国偷垮自己当然有可能 但是起码他有一派人认为说没有问题 他们觉得说现在 就刚刚讲美金那么便宜嘛 那么会不会将来会带来更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经济学校也在算 你现在花了这么多 你有赤字然后你怎么办呢 你如果不是印钞票你要征税嘛 就算你这个税能不能补上赤字的洞 这个中间要花多少时间才补得上来 这里面是有它的风险 可是你想得从拜登政府来讲 它是整个社会主义的这个概念 它是想透过它不只是国防预算 它整个预算它拉抬它整个中反阶级 还有整个教育整个研发 整个预算这个基础建设等等 整个这样撒下来 过去他刚提出来基础建设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 共和党就已经编论过很多次 后来发现当时谈的预算 只是最简单的小部分 现在真的端出来原来有那么大一笔预算 这个里面就让它后来 是不是能不能全数过关 或者多少有水分 多少准备要谈要让步的 当然还要再看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它整个的计划在这里 未来十年 美国的预算赤字会超过一兆美元 那其实说法呢 当官的都说不用担心通货膨胀 没有当官的基础学家都说会加剧通货膨胀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大家去想一下了 好 那另外在中美对方之间 除了预算美国增加 然后要增加军费之外 拜登有个最新的命令 他下令情报单位 情报机关 特别注意哦 是情报机关 并不是医疗专业人员 去调查到底这次的新冠肺炎 是来自于哪边 是来自于中国武汉的生物实验室吗 对于这一点 其实前一任的美国总统川普 他已经调查过了 不过当时是没有大量 这个没有完全的这个具体的证据 那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WHO国际专家去到武汉去调查之后 结论就是新冠病毒 可能来自于蝙蝠 而且几乎排除的实验室外泄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拜登依旧是要重启调查 下令90天提交报告 先问国务委员 你认为这个举措是为什么 有一个说法 我先给大家补充一下 这来自于纽约时报的一个分析 因为情报单位告知拜登 有大量没有经过查证的证据 需要进一步的电脑分析 所以调查应该持续继续下去 所以拜登就答应了 然后必须重启调查 你怎么看 我觉得关键还是 那个佛奇改变的说法 因为佛奇本来是认为 这个不可能来自实验室 那他最近又说 他所掌握的证据 他认为没有办法排除 必然是自然界的产物 那他这个说法 当然就引起了很大的震撼 佛奇一句话让拜登重启调查 当然啦 佛奇是这方面感染界非常有权威的人士 大使你看这个 其实你说最恨这件事情 谁最恨 川普最恨 因为害他没有选上 因为疫情 那川普的报告结论就是没有 没有直接具体的证据 那期待拜登会有什么新的新意出现的 其实拜登对跟川普比的话 他对这个疫情 很多看法有一些很大不同 他一上来他就说 你不能用像拜登 像川普就讲 这是中国疫情 对不对 中国这个疫 病毒 那川普拜登一上来 他说不能用这个字 那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对的 那这一次我又听了另外一种说法 也就是说本来在川普时候 他就成立一个要调查 是不是这个病毒是从大陆武汉的 这个实验室里面 这个这样跑出来的 那他有成立一个Task Force 这个Task Force事实上是 花钱有人在那个地方 可是有报道说 拜登想要把这个Task Force 就是这个任务编组 把它停掉 那这个消息传了没多久 就传出来说拜登要说 你叫给我90天里要给我报告 那你从这个角度看 可能拜登也就说你90天给我报告 我就把这个事情要画一个据点了 在你要搞了一个专门的这个调查小组 一直在那边 养在那边花钱 然后呢也做不了 最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WHO三月派的去专家团 也到了武汉的这个病毒实验室 大部分的 就是说几乎是众口一直都说 这是不可能的 这大部分是从这个自然的这个蝙蝠 这些动物里面生存 从实验室溢出的可能性 看不到有这个可能 而且那个时候BBC本来还要继续做文章 BBC访问了几个 在去参加这次这个到武汉做调查这个专 这个调查员 特别找了很多次 我记得有一个是荷兰人 其他他找了访问两三个 都是这个欧洲的学者 而且是独立学者 他不是官方的 他是WHO请他们去了 然后他们讲的都很明白肯定就是说 不可能是从武汉实验室里溢出的 所以欧洲也不做这个题目了 那拜登政府上来以后 事实上的话 他做这个题目做的蛮少的 只是说前一阵子正好 美国华盛顿传出一条件说 拜登他这个事情他要松手了 他不干了 所以后来就传出来拜登干脆 我想他可能就说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把叫他这些人 再给你90天 OK 你做个报告 我不请你讲 为什么总统说90天呢 他5月初说90天 那那个到时候是8月 8月初对不对 差不多8月对 那种狗会修会 美国人放出假 而且今年很多人 因为追踪路会越来越高 然后很多人会在国内会旅行 所以到时候因为拜登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调查 结果会是怎么样 所以为了 为了仿制有太多的政治风险 他就说给你90天 那在8月就很多人会忙放暑假 就不会看这个 这样是破了了之的意思 破了了之的意思 他就要画地点了 来重点就是 一因为有人质疑拜登这一招 堵自己国内悠悠之恐 二因为有这个编制 你也花我钱 一直这样的地方 90天给你的时间给个报告 我可以画个结案了结 close 被共和党看穿了 再来30天之后 共和党的wrote讲说 因为美国在放假关注其他的事情 你就算报告出来 版面也不会太多 就可以因此不得了之 好就这样 我们还等下去聊一期